大家早上好 今天保鲜的大家去吃一个好吃不贵的大包子 这家店我们去年就吃过 但是因为修路我们一直没有拍 现在我看这个路一时半我修不好了 还是给大家分享了吧 走 到了 哈家包子 非常接地气的一个小团 就在马路边上呢 这边吃吧 有什么馅的呀 有胡萝卜鸡蛋 韭菜鸡蛋和牛肉的 这包子都多少钱 肉的两块 素的一块 啊 来一个那个韭菜鸡蛋 一个那个牛肉的 然后再来一个这个胡萝卜的 嗯 看着大包子 哎 没筷子 马上 马上进一天 好 前段时间没开门啊 啊 放假了还 哈哈哈 他家的包子就是个儿大啊 他这是回民包子 看到了吗 全这么大的包子 还给我拿了一碗大蒜 包子配蒜啊 哈子别管理 我们刚会保定 就在这边租的房 旁边这个小区 好景名居 然后我们就经常来这吃包子 那时候价格也是一样的啊 现在也是 肉的两块钱 素的一块钱 他这旁边吧 就是那个回民村 所以这儿清真的美食比较多 看他这包子真的是比前段都大 哇 看这肉馅了嘛 特别多 往下滴油啊 这个肉馅的吧 一咬就跟罐头猫似的往下滴油 然后他这馅调的也特别好 一点都不行 看那大肉馅了吧 他的鸡蛋汤做的挺不错啊 打的小螺丝 特别漂亮 待种的地方吃饭吧 就是那种特别接地气的小管子 就是量打实惠 基本上像我这饭店 两个包子都已经撑的不行了 就已经蘸点醋 嗯 哇 舒服 来个韭菜的啊 这是一块钱一个 看人家这馅给的 无论是荤素 他这馅都给的量水杯足 再包一半蒜 吃这个肉包子 跟你说可以算是一绝 走吧 哎呀 这儿怎么还喜欢呢 天天修路是吧 他这儿吧 每天只有早上和中午有 到了下午 两点以后就没有了 这包子 吃不到下午就没有了 来姐 对 两点以后就没有了 啊 哇 入屋的 吃得我都出汗了都 整体来说他们家这包子味道真的是可以 而且量打实惠 好了 这个哈家包子吃完了 我都出汗了都 我们两个人才花了六块钱 他的这个一块钱的素包子 比市里边那个一块五的素包子还大一圈 我感觉 真的是特别实在 大家有机会大家可以来这儿尝一尝啊 但是不建议刻意来 这儿修路太堵了